對我個人來說,十九大最大的亮點就是我們國家對青年人的重視和關心 我們習近平總書記說,青年輕則國家輕,青年強則國家強 青年一代有理想,有本領,有擔當,國家就有發展,民族就有希望 在十九大的報告裡,其實他提到就是希望號召我們的青年人成為一些有擔當的人 還要有責任感,有市民感,我認為這個說法激起了我們青年人的共鳴 讓我們這群青年領袖可以在工作的時候,和青年人用輕鬆的方法去宣揚十九大的精神 讓他們透過輕鬆的學習,了解到我們中國的發展,我們的未來 同時也可以在他們心裏多了一份中國的自信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,其實以於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泛珠三角的區域合作作為重點 其實我們看到政府就全面推進內地和香港的互利合作 其實在這個大前提下,我們看到九加二的合作區域裡 會有前所未見的協同效應 其實我們看到國家一直很努力地推進一帶一路 以及打造越港澳大灣區 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,一路為香港帶來了無限的商機 加上香港接下來的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即將就會開通 我們相信這件事亦會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會帶成更大的空間 十九大的精神,其實正正成為了我們未來三十年的戰略指引 我認為我們現在社會的發展非常清晰,也有明確的戰略目標 所以期盼我們的政策得以落地,更上一層樓 成功去實現我們的小康社會 令到我們中國有更大的作為,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好,好,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